第四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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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奶奶 恕我直言 她既然降价 那咱们也降 咱们的价格 要比她还低 我就不信 那些商客就不会回来 准备她们全是傻子 可她现在的定价 几乎就是我的成本价 要比她的价格更低 那我就只有亏本了 亏就亏吧 我就不信 她现在这样卖 她就不亏本 韩先生 我给你交个底吧 我现在已经是山穷水晶 根本就没有多余的银子 再去亏了 只怕这次 我真的要彻底地败了 败就败呗 大不了 我们妇女二人继续浪走天涯 不是 我真是想出败了 我度过去 不过就回来 我把去买了 你来干什么 我决定的 我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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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决定了 我决定了 你去决定了 你去决定了 妹妹 这一大早你们俩就一块出现 这是有什么大事啊 韩先生 韩夫人 小事 是 少奶奶 冬月儿的产业 我们不是占两城吗 是啊 我和清风决定 全部捐出 让大家认够 妹妹啊 我们筹来的银子 你拿去跟红永梅拼 我不相信 我们拼不过它 韩先生 谢谢 谢谢 别说谢谢 春夏 四叔 把我放在你那儿的盒子给我拿来 行了 你别拿了 四叔 给 爹 这盒子 不是你的吧 怎么不是啊 说说 哪屋拿的 反正不是屋家 那是哪家 湖永梅 你怎么拿的 顺手啊 还回去 这粘了我的手就是我的东西 哪有还回去的道理啊 你不还我还 给我 别别别 给我 给我 一封信啊 可是我不会看啊 会不会是胡小姐写给晴朗的 我 少奶奶 我见过这封信 当时是牛寿娃的师兄送来的 信上指明武家东院乃是荆阳父户 金银财报无数 还指明了你的行踪 所以才有了我的荆阳之心 对 但是牛寿娃死了之后 赵大人还找过这封信 一直没有找到 那这封信 怎么会在胡有梅手上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是 少奶奶 这封信 应该是胡勇为邪的 你为什么这么说 这胡勇为邪 这胡勇为一个千金大小姐 怎么会跟牛寿娃扯上关联 这个就不知道了 根据韩三春的供述 牛寿娃是通过一个师兄 和当时的官府勾结 我一直想找这个师兄而不得 或许 这胡勇为身上 有这个师兄的线索 或许也能解释 这封失踪许久的信 为何又会回到胡勇梅手中 此时一旦深究 牵扯的人事 一定非同小可 我必须要慎重 你也千万要小心 不要生长 还有一件事 机器织布局开工也有些时日 未见什么成果 我听说古月杨布庄来势汹汹 占据上风 赵大人 我已经有了对策 一个月之后 即可兼分享 好 那我静候夫人佳音 她既然对我不仁 那我就可放开手脚 对她不义了 不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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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事 ker 是 还有 只要客户 今年在我们这儿的拿货量 超过去年 在古岳阳布庄的拿货量 我们一律返点 具体怎么返 小江 你在今天之内 给我一个说法 返点也不返现役 我们直接抵扣 明年的货款可好 这样的话 那多返一点也无妨 好 小五 你跑个趟江浙 去采购江浙地区 最新的服饰图样 只要一次订购 五匹以上名副养布的 我们一律赠送 最新的服饰图样一套 好 知道了 二伙 凡是一次订购 千匹以上的客户 无论多远 我们都负责送货 你马上 去联系马队标局 好 我马上就去 针对那些零售的客商 我想卖一种名副券 这券 一两银子一张 但在我们这儿 可以到二两银子使用 那就相当于半价 但每一匹羊布 现用一张 并且不找零 那等于我们 只降了两成到三成 如此这般